在奧運前的這個自己真的要先打好 接下來世界被人打盾 對 然後再來就是奧運 蠻想到的困難的 當然他對面的水庫准也不是誰有的燈啦 在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排在第五名 有點水庫准了 在日本對現在其實也是人才背錯的情況 他還是頂在最前面 今年已經是26歲 而且也生小孩了 當爸爸 現在是爸爸了 對 責任對於打球的肩膀上的責任又不太一樣 今天年初的水庫准也在全日本錦標賽當中 又拿到個人史上第七次的男男冠軍 同時也是完成二連霸 所以近況應該也調整得蠻不錯的 對 其實他這個水庫本身的手感 其實是相當的好 尤其是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有在follow我們這個比賽的話 可以常常看出來這個水谷都會打出一些很神奇的球 尤其是在後台喔 往往都能夠將球救回台上喔 甚至是說 找到反攻的機會 所以 一方面他這個手感喔 其實替他創造了蠻多的得分的機會 也讓他的這個 運動的條件喔 會比一般人來說來得好 當然 自己的訓練量 或者是自己訓練的強度的保持也很重要 但是等於是說這個手感替他有做蠻多的加分喔 所以我主人現在也是 唯一有機會來爭取四場門票的非中國籍的選手喔 在男子單打的八場戰 前面三場打完 出現的分別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馬龍 以及排在第14名的方柏 還有環振東 這三位球員都是地主好手 所以如果張立科 再搶下這張四場門票的話 就代表最後四場全部都是中國球員要來一分高下了 當然這次的市井賽是在中國舉辦喔 那麼我想 中國隊的球員們也是想在這個大賽當中 尤其是在自己的家鄉面前證明自己喔 一般來說 這個球員都會在自己的家鄉特別想要表現 畢竟有時候家人也會前來觀看喔 那麼國內的報導的關注度也會相對的較高喔 上一屆在巴黎市井賽 你知道 中文隊並沒有五個項目都拿到全部最後的冠軍了 在南雙的部分是中華隊的莊志願跟陳建安 台灣的好手奪冠 在混雙的部分則是北韓的金仲還有金賀峰 是寫下北韓的這個桌壇的歷史 北韓史上第一面 第一個市井賽的冠軍了 就是這個混雙組合拿下來 不過今年呢 在已經決出來的這個混雙冠軍 這個是比較特別啦 對 是個跨國的組合 對 已經相當久沒有這樣跨國組合在市井賽國冠了 現在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到底獎盃誰要帶回家 就先讓南韓帶好 因為東國隊的獎盃還是蠻多的 反正也蠻近的 到時候再拿過來 對 他們的名字都會被刻在獎盃上面 對 那麼會在過了兩年之後的這個 下一次的市井賽個人賽再還回去 到主辦單位以及下一次的這個合組 好的 廠方的比賽正式開打 在第一局是先由張濟柯來發球 前陸的比賽他是以4比1打敗的白羅斯名將薩姆索諾夫 贏的算蠻游刃有餘的 所以也代表他的狀況確實調整不錯 雖然是說肩膀有點不太舒服 這從早上他在男雙的比賽當中也看得出來 他就喊出了MEDICAL TIE OUT 那種傷停的暫停 對 因為這個 這個 除了單打之外 還要背負的雙打 那麼像徐昕喔 自己還有混雙的這個項目 所以一天打下來的比賽 其實蠻多場的 你說就算平常的重量訓練做的再多 其實 對於負荷這一天打下來七八場高強度的比賽 有時候還是會不夠 所以尤其是在每一個球板板要發力的情況下 又是更有這個受傷的可能性喔 所以希望那個傷勢不要影響到他今天這個單打的發揮 看起來開賽是完全不受影響 對 到目前為止已經連拉四分了 質量相當高喔 對 水谷有點找到方法得分啊 哇這球已經基本上是拉到了這個端線 等於是台的最底端喔 其實這個相對出手來說 是給對手造成蠻大的威脅喔 因為球比較深的位置 你必須在步伐上面要做的 像一位要更後面 一位的更迅速把位置讓出來 其實也聊到剛剛我已經談到了 這也是為什麼後來 國際做這種把團體式領賽跟個人式領賽分流 對 原本這兩項比賽就是搬在一起 對 那麼 那麼 因為這個 如果說團體下去 打個 像中國的選手 他們可能又要打個五六場球 這樣子 而且有時候 一場比賽又要下去兩場 那麼如果 團體賽進行完之後 再進行單項 會 說實在的 會對選手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喔 所以也會影響到這個表現 所以 也有可能 就是間接影響到這個 比賽的可看性喔 所以 之前就是 將這個團體賽跟個人賽分開了 現在變成是極數年 對 西元年的極數年 來辦這個 個人單項的世界領標賽 偶數年則是辦團體的世界領標賽 對 回到場上 現在比分來到2比5 隨便說一下 怎麼辦 是慢慢找到一些 進入比賽的狀況 對 反手還是這個 張基柯的強項喔 反手的站位 他其實保持的是比較平行喔 所以保護的比較好 那麼我們 待會可以觀察就是 張基柯在反手站位 轉正手的時候 他其實會做一個身體 稍微側開喔 那麼會稍微退後一點點 把位置讓出來這個動作 其實 觀眾朋友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他這個 他個人的這個特點 不過開局 張基柯開得很漂亮喔 現在7比2 還有5分的領先優勢 過去水谷準 在試領賽 男單最好的成績是 在2001年 路特單的時候 打進8強 現在是追平生涯最好的成績 但是要往前跨一步喔 距離真的很大 前面的長城 這個 這個 這個肩不可破的長城 張基柯喔 要準備好工程器才行 對 投石器可能要裝滿多的 畢竟這個 張基柯雖然是 比較慢熱喔 其實他在一般的比賽 來說是比較慢熱 但是 今天看起來在第一局 到目前的情況為止 他的 擊球質量 以及專注度 其實是 比在公開賽的時候 進入狀況來得要快 因為我們往往在看張基柯比賽的時候 他的 這個 計分表不會是很乾淨的 4比1 4比2 會贏 但是好像就是說 要直落勢好像也很難 對 除非是 實力比較懸殊 不然的話 就是像遇到世界排名前 20名的球員 他都要掙扎一下 甚至說 0比2落後的情況 才會將這個 注意力的專注度 再騎到更高 對 不過目前第一局看起來 你看他五位失誤也是相對的較少 沒錯 反而是水谷準 在有些機會球的搶攻上面 沒有把握好 這邊 張基柯的正手回擊掛網 水谷準 稍微追上來 9比4 第二次的發球 哇 差的死亡 對 這個球基本上 比較難救了 貼著廣過來 很快的 張基柯是逼出了 第一局的局目點 翻出台 好的 把握自己沒有問題 對五準的回擊過往 也讓張基柯 中國戰傲以11比4 7分差距拿下第一局的勝利 在這場8強戰 1比0 暫時領先 第一場比賽是男子單打8強戰的壓軸好戲 衛冕冠軍張基柯要來出戰日本的水谷準 第一局的比賽啊 張基柯其實打得相當輕鬆喔 11比4 先搶下一局的領先 對 在第一局當中啊 這個 張基柯自己在第一局的進入狀況也比較快 那五位失誤也比較少啊 反觀 這個水谷準喔 在五位失誤的情況 比較多的情況下喔 那麼 以比較大的比數喔 丟掉了第一局喔 是 所以在第二局 我們先看這個水谷 是不是能夠先 將自己的狀況調整好 五位失誤先減少 那麼再來找這個 張基柯今天的這個漏洞喔 今年是領賽的進擊之路 跟張基柯比起來 當然水谷準的麻煩比較多 除了在第一輪以直洛斯獲勝之外 接下來第二輪碰到這個 配爾森打了4比2 接下來南韓的陣容值 是苦戰七局才獲勝喔 甚至達到16強 其實面對高寧也是 4比2才勝出 不過現在看起來 第二局的開局 不僅是自己還是有失誤出現 而且張基柯的運氣都還不錯 對 持續的保持住喔 其實張基柯就是 他這個如果 前面的這些狀態還能繼續保持 不鬆懈的話 其實對他會很有力喔 走在直線 有點像水谷準的 總算是突破壓彈 兩位選手的反手 都是他們一個蠻大的技術特點 所以今天在 雖然是左右手的對陣喔 但是我想今天在這個 反手位的相持喔 會是蠻多的一個現象的這個表現 1比3 這個高拋 好球 感覺 發球好像也受到剛剛那個失誤影響 對 拋球不是很順 有可能要再調整一下 因為有可能現場的燈光喔 或者是說冷氣吹的方向 其實都會影響到拋球 所以選手一開始都會要抓一下 大概要拋多高 或者是說今天的這個 燈光投射的角度 但一般來說 這個國際桌總一定會避免 這個情況下 他們對於這個比賽的 呃 條件喔 這個賽場的條件 其實是有蠻嚴格的這個限制喔 所以我想這個 賽場的這個狀況 倒不是個太大的問題 純粹可能 他對於目前整個空間的感 還沒有掌握住 其實讓我想到這次去這個 左營的國訓中心採訪 其實新的訓練場館就有 比照這個國際場館 比賽這個 去做規劃 所以其實選手在裡面 背彈的時候也有說 比較像他正式比賽的感覺 沒錯 就盡量創造這個 把客觀條件喔 都替選手創造出來 讓他們這個 沒有後顧之憂的去訓練 以魂來到5比2 還是由張濟哥領先 開局之後 還是在中局這邊 持續的保持兩三分差距喔 今天張濟哥 今天台盯得很兇 算得相當好喔 也不太讓這個水谷 進入到這個中台相持球 基本上 張濟哥在前三版 第五版的時候 都能夠主動的發力喔 所以目前水谷 打的是倍感壓力 因為他要去反手也不是 要去正手也不是 所以相對來說 自己在防守的時候 就會心比較虛了一點 感覺球走到哪裡了 都是張濟哥球拍的範圍 對 我們質量又高 所以會讓這個 對手造成相當的心理壓力 3比6 第二次的發球 好球 這就是剛剛所講的 反手會的相持喔 所以是今天出現頻率 蠻高的一條路線喔 張濟哥在揭發的時候 對手擰的弧線稍微高一點 水谷是馬上把握住機會 對 6比4 存屬的差距縮小了 反手相持 轉正手 但是進入到這個 正手相持就讓我們看出 這個張濟哥的力量上 還是有一定的優勢喔 所以從雙方的這個身材喔 以及這個肌肉的強度來看 其實張濟哥在擊球的質量上 是一定會有一些優勢 兩位球員的年紀相當 張濟哥27 水谷是26 所以都是重年 對 時候喔 算是這個技術條件 以及心理沉迷 一個相當成熟的一個階段 反手照顧得相當好喔 感覺張濟哥還沒有打到特別興奮的狀態 但是今天已經到老的把握上風了 球還沒有打開 球還不用到打很開的情況下 就能夠都 都能夠取得分數喔 當然水谷還沒有給他造成太大的困難喔 是 水谷自己本身的這個打法是屬於比較後手球 等於是說 從被動的情況下轉進攻 這是他比較習慣的 也是他比較善於的這個特點喔 那麼今天 他在P出去之後 這個張濟哥所拉出來質量喔 讓他沒有辦法在 防守之後再做有效的進攻 哇 這把你們角度也是相當刁鑽喔 不給水谷機會喔 一側開之後就空檔了 對 下手很快 張濟哥一看喔 空檔出來他就先發力 他不在中等力量 那跟水谷打相似 有空檔就是發力 可是其實在看張濟哥的比賽 跟看凡政東的比賽 就會有比較大的差距 有人看到凡政東每一板球都想要 衝出全身的力量 但是 就說像法輪或張濟哥比較成熟的球員 他們會知道說 怎麼去拿出力的時機 沒錯 會調整時機啊 有些過度好 然後再找機會發力就可以了 不見得 因為年輕球員喔 對於場上的這個節奏 或者是說 發力不發力的 實際的掌握 沒有像這些 張濟哥他們這麼成熟喔 所以有時候你會看到他們 比較不合理的球員會發力 那有時候就是練得夠 那麼 跑得到 所以就 往往才能上台 但是在 合理的程度上 其實 目前各位觀眾看到這個 張濟哥在 不管在防 或者在撕 或者在反拉 的這個節奏上面其實 調整的 是處理的比較成熟啊 張濟哥現在逼出了四個局點 哇 沒什麼機會啊真的 對 發力的一板球 鎖定第11分 第二局的比賽一樣是喔 張濟哥擴勝 比數是11比6 現在的這場八強戰 張濟哥2比0 一間水夠準 從前面兩局的比賽 贏的都有一定的差距 對 強度上 或者是說 在五位失誤上 張濟哥今天 千兩局的表現 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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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的完美喔 有點迷航的感覺喔 有點迷航的感覺喔 說好了 頭十車好像還沒有出動 現在看起來 是用弓箭手在射這個城牆 打不透啊 現在打不穿 對 水谷自己要掌握 主動性高一點喔 才有可能喔 如果像 在向前兩局的這個節奏 又想 貼一板 或者是想要 再靠相持對方 無謂失誤 得分的話 那麼今天要 取得這場比賽的勝利 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自己一定要主動一點 哇 好球 側切 對 這個球 平常要練喔 其實練不太 這個就是 靠天分了 手感 所以 要會玩球 也會玩旋轉喔 但這個剛好也是 水谷的這個 手感喔 讓他有這項技術喔 你打的退手太熟 你可能也沒辦法 用這項技術出來 對 就是要在這種 突然而然的 因為他平常 平常是練不太出來啦 就是等於是靈感 他有那個打球的靈感 那個靈氣喔 想說去改一下 這個來回的節奏 對 側切通常會讓球速突然變慢 對 而且會變成側下旋 對 你看剛剛這個 髒氣科整個回搓喔 哇 擺不到他這個 引起來的節奏 所以 從第三局開始 也看得出來 水谷整是 嘗試用不同的方法 對 主動側身了 換一下 場上的節奏 對他主動側身了 不然剛剛上一局來說 他這個會用反手繼續處理 他這個會用反手繼續處理 然後你可很專注 對 而且感覺水谷怎麼變 好像還沒有逃出他的手掌心 我會找到一個下手的機會喔 立刻就發力往斜線喔 所以他知道這個水谷 在防手的 反手的這個防手 是比較到位的 所以 這個 逮到了正手的空檔喔 余光 在判斷上面 就立刻往著正手的空檔去突破 很清楚喔 其實 什麼球該發力 什麼球 該過渡喔 今天張基克都是有備而來喔 對 我看張基克的比賽 他是比較血性的這種選手 但是今天看起來是 蠻穩穩的 對蠻專注的 五位失誤會比較少一點 3比3 第三局打完前面6分 現在雙方贊成平手 稍微出台的球 被水谷可以掌握到 其實點還是有跟到 嗯 最後沒有拉好 來到水谷準的發球 你可以看看這個張基克喔 在擺短的落點 擺在什麼位置 直接擰起來 質量還是高 非常靠近水谷準身體的位置 因為他這個 張基克的這個抓拍喔 以他手腕的整個力量的強度喔 讓他可以在這個 反手位的擬球這個位置 製造出相當強的旋轉 以質量喔 所以往往他這個技術一出來 會讓對手 你不知道要往 反手保護 或者是往正手保護喔 都是相當的頭痛 這邊是一個插網球影響到了 擊球的感覺 我們來看一下 水谷剛剛的你看 反手位的保護 是比較到位的 而且其實面對插網 又很快的調整自己的腳步 剛剛也幫助他拿下分數 中局喔 這個又要注意張基克 會趕快Lock 好球 高起來了 水谷的 拿手好戲 對他的防守 好球 還能守住 很有耐心 哇 把他回來 沒有機會再推到防守的位置 還是他回來 哇 好球好球 雖然最後被打穿了 但是水谷的防守 確實是蠻堅強的 嗯 有耐心喔 今天這個 技可打的相當有耐心喔 前後的腳步 如果你的連續進攻不夠穩定的話 很有可能打到水谷防守的那一拉 對 會打丟 對 就算是在防守 他的節奏還是有變化 他會在撈的時候 在後台防守會加一點旋轉 會摩擦 所以那個球喔 雖然你看到是高 但是他彈到這個球台上面的時候 他會再加速的往上跳 所以你說攻的人如果沒有準備的話 這個球會往往的被這個球的旋轉去炫倒 5比4 對 進入到比賽中局喔 這邊中段又是個關鍵 剛剛這個4比4的關鍵分就相對的重要 哇 這球 對 有失誤 對 有4個機會只有擔心到那一顆 嗯 人沒有跟進 他腳踵在弄大一點 對 5比5的平手 人到水谷防守發球 然後拋 側切 哇 這球 哇 還有好球 漂亮的反拉 好球 這好像比較像我們熟悉的水谷手 對 防守之後的轉進攻 手中代攻 就是他的這個 比較 擅長的這個套路 第二次的發球 哇 直接走中路 變得不是那麼好方喔 所以可能都一直在提防 反手位 沒錯 所以技科也很聰明喔 這時候擰了中間 盡量去調動一下 每個球都調動一下對手 雖然都是在右半台 但是落點是比較靠近中間 其實就會有相對的 這個調動對手的作用 有時候這個每個落點都有一些 含義或者是說 有目的性喔 不讓他一直去反手 我想要調動他 然後待會再打回來反手 就讓他的這個 注意力有點分散 然後往中間跑 注意力往中間去照顧 但是到時候 等一下看看張基克 是不是又會打回來 反手這個位置 哇 這球沒有把握好 一個反拉的機會 無限稍微長了一點 就機頭出界 6比7 張基克一分落後 這球想要搶時間差喔 提前啟動 往左半台去 他這球想要趕快把線路打開 趕快想要打開這個張基克的正守衛 但這球節奏上有點過太快了 7比7的平手 第三局的比賽 雙方來到中半段 還是糾纏不休 比分始終要咬得很緊 就看水谷能不能夠把這股氣勢給保持到尾盤 就看水谷能不能夠打開 這球可以打開 這球太難了 這球可以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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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吃兩個發球 反正要再試一下打到最後 如果發球這個環境弱的話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對 再怎麼樣都有自己的一點刻印在 比較好拿分的時候 就是在自己發球的時候 對 所以來看看接下來這兩個球 即可怎麼處理 哇 擺到的就是發力喔 很果斷喔 今天即可在正守衛喔 不會猶豫喔 而且盯得相當急 已經開始推 但推得還不夠 不夠 質量太高喔 推會來不及 最後一分回來 8米9 過去兩根在國立賽場上 適度交手 張尼科試戰全勝 不過也從來沒有能夠直落勢 很少水谷過 換張尼科吃一個發球回來了 加旋球 對 水谷想要主動的快擺喔 但這個 擊球的 時間喔 過快了一些 現在比分來到了9比9 對水谷比較有力的是 現在他未有發球權 嗯 最好想辦法把他兩分都守下來 第三局的比賽水谷主人確實 比較找回他的狀態了 短球先開始 就打回反手了 對 所以 季克還是 這次喔 他是選擇用擺短的 就擺在這個水谷的正手讓他回擺喔 所以他也不勉強的擰起來 他就擺完 那看看你有什麼辦法 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就是換我擰 那就進入箱尺 又是進入到這個張季克的一個強項 但這個球 所以張季克可以拼一下喔 哇 擺高了 哈哈 然後水谷的第三板來了很快 10比10 現在在第三局兩位球員來到Deuce 發在正手比較小的角度 所以沒有擰 你能搓的方式 可以看今天這個 季克還沒有發到他的這個逆側弦 哇 正手跟進沒有沒有跟好 打在靠近球還有邊緣 對這球打到板邊了 專注力喔 沒有沒有集中 所以有點下降 所以現在反而讓日本好手水谷準11比10 逼出了他這樣比賽的第一個局點 對 我又是過來你 直接出界的情況下也讓水谷準以12比10 逆轉拿下了比賽的第三局 現在也把拘束給班辰了1比2 剩下一局落後 有水谷準先來發球 前一局打到Deuce之後他以12比10獲勝 但是這邊 第一個又是Lucky 對 張迪科的插網球 今天的插網球幾乎都是救不回來的那種 對 插死網 直接就是 哇 這有要側切 第三局是兩位選手就打得比較接近 等於是水谷有進入這個比賽的狀態了 哦 反手相持 這時候水谷的站位是比較有優勢哦 是站得比較靠前台的位置 所以有時候在場上就是這樣 稍微調整一下 可能是你的位置 可能是你擺的弱點 對 對於戰況就會有一些 不一樣的變化了 哇 機會球 有 從前一局的後半段開始 張立科擊球的進球率就下降了 對 正手 尤其是正手 在發力的時候 出現了一些問題 這邊打完也摸了一下自己的肩膀 在上午所進行的男子雙打四強戰當中 其實張立科也曾經是喊出傷停 就怕這個傷勢影響到他的情況 其實許信良都是在肩膀 因為他們的從整個動作上 他們的發力比較大 動作也比較大 所以在最後的這個 在關節運用上面 其實大背用到的這個會比較躲肩 以及大手背 這個會用的比較多 所以就比較容易會有拉傷 或者是去扭到的這個情況 3米3 因為這個小關節的話 它力量沒有辦法發出來 一定是要用到大關節 以及身體 腰 腿的力量 才辦法將這力量都發傷 那如果說 只靠小手背 是不可能的 因為目前的這個球體 就變成40加的關係 球體變大 變成擊球質量要增高的話 勢必要運用到一些大關節的部位 去發力了 這個40厘米以上 就講球的直徑 對 過去是在40厘米以下 又是張聚科的反手 先打開了一條路 再側身 兩大角度的進攻 也讓張聚科拿下分數 好的 算準了一個水谷的回球落點 今天還沒有看到張聚科用太多的 他這個逆側旋的發球 今天看來他是有備而來 前面的這個主要的戰術是以 正常的發球來搭配 如果說有遭遇到困難的時候 他才可以用到他 平常常用的這逆側 就是回擊掛網 反守衛這個地方 水谷準接的不是很順手 所以在這邊是喊出暫停 第四局以3比6落後的情況下 現在水谷準要來到場邊 跟他的教練邱建興 好好的討論一下 這時候可能教練會選擇 要他放棄他這個發球 會發逆側 因為如果真的順旋轉的發下來 剛好到了張聚科的反守衛 領起來這個球會讓自己 讓水谷自己本身 比較不好處理 所以這時候可能我想教練 給的建議會是希望說 發這個勾手 或者就是逆側旋的這個部分 發到張聚科的正手 讓他沒有辦法那麼輕易的領球 我們盡量希望製造出 讓張聚科回擺 讓自己搶攻這個局面 最近日本隊直接 演出了相當多中國籍的教練 而且越來越走向中國隊的訓練 這種教練是一對一的 主管教練帶一個關屬條件的狀況 所以等於說教練員跟選手 會有更密切的合作 等於是說專注度 教練的專注度 可以比較放在選手身上 等於是說默契培養上面 不需要再分給其他球員 就專注的照顧一個球員 所以等於是說信任度上面 或者是你更了解這個選手的習性 我們也更了解選手在場上的這個心態的變化 其實都是有相對的好處 是 打到目前為止 其實日本隊 雖然說是沒有就是拿到冠軍的成績 但是在各個項目 其實都有不錯的表現 對 都穩定8強 4強 8強 4強 那 有時候狀況一好有時候就殺進錢了 所以基本盤他們是一定有的 還是保持得住 但是你想這個大賽要突破 中國隊要達到金牌 確實是也是蠻比較困難的 沒錯 就是今年我們看到 包括在前一天的混雙冠軍戰 有石川家淳跟吉村尊情的組合 另外在女單部分 當然就是14歲的少將 伊藤美成 也打進到了最後的階段 而且前一天的比賽 還從李小霞的手中 先拿了兩局領先 真的是讓人蠻印象深刻的 李小霞也是 我想一開始 困難準備上也沒有準備太充足 因為沒想過 這個伊藤的發揮 臨場發揮會這麼好 沒錯 尤其是反手顆粒的穩定度上面 也表現得不錯 哎呀 這個球有機會 出現失誤 所以在開局取得兩局領先 現在小比芬也是領先的情況下 好像有這麼一點鬆了一下 這個球其實是該把握住的 好 加油 哦 變了一個 反正這個球出台了 嗯 在抓這個最晚擊球的時機 剛剛這個水谷 哦 改變了一下這個發球的節奏 它不是下來 它就再等一下下 等於是 發球的節奏跟前面都不太一樣 這個要比較仔細看得 觀眾看得出來 這個 發球的節奏 哇 臨時做一個改變 所以讓這個張基柯也慢了半拍 因為它其實已經到位了 但它出手的時候 它又刻意放慢半拍 讓球出台 第一時間球還沒有到 還在等那個球過來 還在等 對 因為它也沒想到這個水谷 在這個時候會變得發球的節奏 哇 還沒白短 還是有張基柯略勝一籌 白短的技術其實都非常好 對 前後腳步 剛剛這個球的重點是 前後腳步這個基柯 調整得不錯 中路比較短的落點 最後水谷組沒有辦法擊中球 這也讓張基柯是以11比5 帶走的第四局的勝利 在這場八強戰 現在張基柯取得聽牌優勢了 以及水谷準在蘇州市警賽 藍單八強戰的交手 比賽來到第五局 現在紅色球衣的張基柯 已經取得聽牌優勢了 距離四強戰剩下最後一步 兩位選手所處在籤表的下半部 所以贏家將要對到的是 另外一位中國選手方博 這場八強戰剩下半部 還是強力的 連續的正手 拉住不讓水谷有任何反拉的機會 是 第五局的比賽也由張立科掀持得點 在今年的女子單打項目 最後四強全部都由中國選手所包辦 如果張立科再拿下這局 這代表男單也是一樣的結果 對 腳步移得很快 這個球 水谷雖然想把隊員給掉開來 但沒有成功 還是沒辦法 跑動的速度以及範圍都相當的大 這球 墊步之後 小碎步 再來 雖然不能發力 但是也拉到讓你沒有辦法反拉的位置 很沉著 今天這個張基柯整體的表現 真的是相當的沉著 反手想再接正手 張立科 這邊也跟主神示意了 剛剛這個是插邊 這個球其實水谷也知道這球插邊 所以主神一開始舉的可能是水谷盾得分 馬上兩萬球員都知道 這是一個插邊球出現 張立科3比0了 現在知道沒機會水谷退台 好球 可以看一下張立科在拉的這個角度 再拉回來 哇 這是水谷准 蠻招牌的好戲 對 感覺已經是絕對劣勢了 對這個球 剛剛在最後球就是有往上彈 因為有旋轉的關係 所以會加速球的往上 讓這個張立科在相對的 在拉的時候 這個手的位置沒辦法對得太準 這是帶有攻擊性的放刀球 拉住 對馬上推到防守的位置 可不可以再來一次嗎 哈哈哈 角度直接拉開來 不給水谷反拉的機會 對相對的聰明喔 這球它也不左右 它先拉住你反手 調動到你更靠右半台的時候 再來找這個左半台的空檔 不過這兩分水谷感到是主動退的 哈哈哈 它想說 是不是會像這個之前 這個妹子對照 好帥 有一場球 又放高球把這個好帥給放死 看看這個 張立科會不會犯同樣的錯誤 感覺好像比較難一點 哈哈哈 這次出現在09年的橫濱四零賽上面 對 活活把它放死喔 這球想要快推喔 有沒有辦法 剛剛這個 張濟科喔 自己握拳喔 代表他新定了一下 這時候因為筆數拉開了 他自己新的就定了 這時候不要鬆喔 其實張濟科很有機會 可以拿下這場比賽 基本上可以感覺到他這個自信心夠 場上的分差也慢慢拉開了 現在水谷是1比5的落後 拍段 水谷算是先騎板的一方 不退喔 你看張濟科就站在原本的位置不退台 你知道水谷的反手 沒有辦法拉出太大的力量 因為水谷是比較借力型的球員 那你要他自己發力的時候 有時候 就沒有辦法像張濟科他們這種 主動發力的球員來得流暢 你可以看到這個水谷都是要等人家拉他 然後再反拉 那張濟科他們是有時候 位置站定的就能主動發力喔 這是兩個人這個打法上面 其實蠻大的一個不同 雖然都是反手比較好 但是就是這個 一個是比較被動的反手 那一個是主動的反手 所以還是比較 還是有不一樣的 不是其實就講到就是說 在國立州總換成這種40加以上的大球之後 能夠主動發力的 還是有優勢 對 還是優勢 因為借力的打法因為球現在比較難彈 對 或者是彈的速度比較慢 所以好像你不主動發力 只是借力的打法就變成比較被動 對 比較難掌握 所以還是主動發力的打法 會是接下來還是一個蠻大的局勢 有時候在領先的情況下 劉光教練還是教徒佔領喔 對 現在水谷選是3分落後給張濟科 2分落後給張濟科 1分落後給張濟科 1分落後給張濟科 2分落後到東北 2分落後 2分落後 現在來到第五局 張濟科的贏球的話 結果要以4勝1敗 4局數 淘汰掉對手 勁擊4強 所以代表最後 最後男子丹達最後四場分票都是發給地主選手的 等於是非中國籍選手的最後希望 現在還是打得比較被動 就看季柯在現在6比3 我想剛剛劉國良也是在這個時候 不希望說比分或者是說張季柯在鬆懈 讓水谷有在追上來的機會 所以在這個時候趕快斷然的先叫了一個暫停 對 其實以場上的情勢來說的話 明顯還是倒向張季柯這邊 這個時候 暫停後來卻先掉了一分 也可以聽到場面對方在為張季柯打氣 要讓他在這個狀態 再繼續保持 不要讓他鬆掉 放的雖然短 但是水谷移位的速度非常快 擺高了 第一時間腳步往台內再進一步 水谷現在把分數追上來了 5比6 剩下一分落後 第二次的發球 量高了 擠ider 力量高的領袖 速度又快 又到了底線 靠著這一把領袖 張季柯也守住了領先 反手領袖質量真的高了 對 直接就有殺傷力了 你又發球質量不高了 這球真的是會被張濟柯 真的是擰著玩喔 從接發球就是直接質量夠高 哇 等了半出台 但是剛剛好 才會跳在桌邊啊 對 這球不好處理啊 要拉好像也拉不出太好的質量 這球只能用撈的了 因為水谷的身體已經都整個進來了 張濟柯又一次的把分數給拉開 8比5的領先 第二次的發球機會 台內的白端 這球想要撥一板的啊 這球水谷知道已經被動了 想撥一板的 推直線了 沒有能夠打進 現在分數差距來到4分 換了這個 換了一個發球 對 一接就下網 張濟柯也是直接往後走 稍微難難自娛 應該是在講剛剛這個旋轉沒有看清楚 好可怕喔 領起來 這球 喔 右手鬆了 這球又沒有緊起來啊 還是即可的機會喔 這球 想要把浮線角度給拉開 對 太想先發力就拉開了 還是在轉動他的手臂 再燒碗 張濟柯還要登場跟徐晶晶來挑戰彈雙冠軍喔 不管怎樣啊 先把難單的四場門要拿到手再說 哇 鎖骨 在這邊盯得很緊喔 好像是盯著張濟柯的正守衛 現在又追到只剩一分差距了 看看張濟柯的心理素質喔 有的韌性 在這個時候又會充分的展現出來 剛才你就是左手橫排球員的必殺技喔 對 反拍的斜線球 打穿了張濟柯的空檔 9比8 剩下最後一分的領先 今天即可還是逆測拳還是沒有什麼在發 還沒到關鍵的時候 興奮度不夠 發不出來 還沒有打算要發 還是發一般的這個發球 高起來的球 連續進攻 尻骨退台做防守 最後即可要把握了 對 啊 結果 在拉中線的時候 發生失誤喔 這已經是第二次了 這樣子扣殺球失敗 扣高球失敗 9比9 化解掉一次危機 對 戰況從這裡開始改觀了 這局的比賽 汪教練現在6比30的時候 把暫停已經死掉了 用掉了 這個時候可能比剛剛更需要的暫停 9比9的平手 輪到水谷整個發球 還有機會繼續延長戰線 但即可這個時候敢搏喔 他這個心裡 過硬的心裡一定這時候敢搏 哇 反手這一板要命啊 還是質量高啊 發球直接被吃掉了 所以這個 雖然是水谷發球 可是 遇到張濟克的這個反手擬 其實是真的在台內 跑不太到便宜喔 所以整個這個技術風格喔 會 這個時代的演變喔 一直在不斷的改變 接發球也不算的被動 其實從接發球開始就是主動 哇 最後我們沒有想到 比賽竟然是這樣子結束了喔 水谷準呢 發球失誤 送給張濟克 這一分至勝分啊 也讓 張濟克呢 最後是以11比9 搶下比賽的第五局 中場4比1 淘汰掉日本好手水谷準 所以在這一刻也確定了 2015年世界錶標賽 男子單打項目的最後四強 全部都是由中國選手包辦啊 張濟克也將在下一輪 要出戰同胞好手王國 比賽就說同時還是要請偉晶來跟我們聊聊 這一場球 張濟克能夠獲勝的關鍵在哪裡 好的 那麼這場球從一開始喔 的開局喔 其實張濟克就是保持相對的 這個專注度喔 而且在 在不論在這個擊球質量 或者是在 在打這個水谷準的正手 這個空檔喔 這個 這個部分喔 都掌握得比較好 那麼 反觀在今天水谷 呃 雖然喔 是有打了幾個精彩的 這個回合球喔 但是自己在 呃 上手的情況 也沒有辦法打破 這個張濟克的整個 相持球的防線喔 所以 呃 等於今天其實水谷只能靠著零星的 張濟克的自己五位失誤 獲得一些分數喔 那麼 主體性其實還是 真的 即可保持了這個 蠻大的優勢喔 所以 今天的比賽就是 以這個4比1喔 比較 呃 差距稍微大一點的這個局數差喔 所以擊敗了水谷準 可以看到 雖然贏球但是來到場面 流光家人還是在跟張濟克耳廷面命喔 把剛剛比賽一些缺失 再給他提醒到 對 當然拿下這樣比賽的勝利 張濟克也往衛冕之路 再往前邁進一大步 而且在稍晚 他還要跟水星合拍 一起來挑戰男子雙塔的冠軍 比賽轉播到這邊 也要請你先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到我們節目的現場